广宁省将终点放下打造广宁省旅游品牌 发展多样化的旅游产品 开发旅游科员市场 推进旅游推广 注重旅游联动发展 提高国家管理能力 推动旅游业发展政策落实 优先发展高素质旅游人力资源 推动数字化转型等 在绿色增长的基础上 鉴定落实可持续和包容性的旅游业发展政策 该省的目标是朝着 专业 幼稚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旅游业 发展绿色旅游 主动应对气候变化 解决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将旅游业真正打造成为重点经济产业 而最高目标是将广宁省夏隆湾建成一个具有细利的旅游圣地 一个全新的世界海滩度假天堂 2024年广宁省的目标是 性游客1700万人次 其中国际游客300万人次